祈祷了六次以后 雨云还没有来 但是祈祷说第七次的时候 但是祈祷第七次的时候 这个童子就跟以利亚讲了 这个童子就跟以利亚讲了 我看到很远的地方 一个手板那么呆呆的云 我在很远的地方看见她的手掌这么小的云 以利亚就说我们要遮住我们的车了 以利亚就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车都盖住了 因为大雨要来了 因为大雨要来了 我们看到以利亚当中有一个丰盛的生命 她向神有信心 神听她的祷告 但是我们在现今这个世代里面 当我们打开报纸的时候 每一天都有很多罪案 好像神没有听到我们祈祷 好像神没有听到我们的祈祷 两三天之前我们知道在圣河西的大学那里 两三天以前我们看到在圣河西大学那边 突然在停车场有三个人就死了 在停车场里面有三个人就死掉了 在国际里面我们看到以前是国家攻打国家 那国际上我们看见是国家攻打国家 但是现在是人民攻打人民 是人民攻打人民 全世界都已经变了 全世界都变了 以前我们说有什么需要的时候 回到我们国家 那以前我们说有什么需要的时候 我们回到我们国家 回家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全世界都充满了忧虑 恐惧和不安 在人的心里面没有安全感 在人的心里面没有安全感 不过我们很感谢神 但是我们感谢神 主耶稣说 我赐给你们平安 但是为什么 很实际的好说 为什么这么多基督徒 他们仍然没有得着一个平安的生命 但是实际上 我们为什么基督徒没有一个平安的生命呢 不是每个基督徒 不是每个基督徒 是有很多基督徒还没有 是有很多基督徒还没有 什么原因 是什么原因呢 可能他们没有表达出耶稣基督那种的优美 可能他们没有表达出耶稣基督的优美 他们没有很好地明白圣经 他们没有很好地明白圣经 最近有四到五个基督徒跟我讲这句话 吴牧师 你对于五一一的末日预言 有什么看法呢 吴牧师 你对五一一的末日预言 有什么看法呢 我说圣经有没有啊 我说圣经里面有没有啊 我说圣经没有 他说圣经里面没有 但是全世界很多人在讲啊 但是全世界很多人都在讲啊 我说圣经没有 就不要理他了 我说圣经没有 就不要理他了 在意大利很多人那天都休息 在意大利那天很多人都休息了 在台湾有人因为恐怕有大地震的缘故 在台湾有很多人怕有大地震的缘故 有人就推出货柜商的房屋来买卖了 那有人就推出货柜商的房屋来买卖了 那到五一一那天 那到了五一一那天 那风平浪静 那风平浪静 我不知道这个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我不知道这个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好消息就是大家都平安 那好消息就是大家都平安 那坏消息就是大家都上当 那坏消息就是大家都上当 认识基督耶稣是人生最奇妙的一个经验 耶稣在世的时候 所走的路其实跟我们弯曲的地方差不多大小 所走的路其实跟我们弯曲的路差不多大小 但是他没有抗音机 但是他没有矿音机 他没有电台 但是他的影响力 是整个地区被他影响 是整个社区都给他影响 到现在为止 2000多年以后的今天 你我的心灵都被影响 你我的心灵都被影响 这是一个很积极很好的影响 他曾经感动坏的人成为好的人 他曾经感动坏的人变成好人 骗子成为基督徒 强盗成为全盗 强盗变成全盗 耶稣基督一生都是很丰盛生命的表德 耶稣基督一生都有很丰盛的生命 有一天他去到海滩的旁边 他跟几个渔夫来聊天 他跟几个渔夫在谈话 他说他们来跟随我 他说你来跟随我 我要使你得人好像得鱼一样 我要使你的人跟得鱼一样 耶稣有一种吸引力 耶稣有一种吸引力 有一种感染力 有一种感染力 很奇怪这些门徒就放下他的渔网 甚至乎他们放下他的渔网 甚至乎他们放下他的渔船 然后跟他父亲说再见 我想做一个更加有意思的人 因为夫子耶稣夫教我 不是单单去拿鱼这么简单 是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 我不知道大家对渔船有多少个认识 当我来到美国的时候 当我到美国的时候 每个周末我见到很多人 一辆车拉着很大的船就去玩 每到周末我看着 有一些人用一部车 载着一个大的渔船就去玩 我初时我不了解 当初我不了解 这么多人用了一只船 这么多人都有船 有一个人跟我说 他说这只船比这辆车贵几倍 他说那个船比这个车贵几倍 我在香港我读完神学之后 我在香港念完神学以后 我第一个侍奉我的教会 是一个渔村的教会 我第一个侍奉的教会 是一个渔村的教会 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渔民 那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渔民 他一只船的价值 他一条船的价值 等于十层楼的价值 等于十层楼的价值 他可以去到 去到菲律宾 他可以到菲律宾 可以去到海南岛 可以到海南岛 可以三个星期才回香港 可以去了三个星期才回香港 不需要任何的供给 不需要任何的供给 这些船是很大很贵的船 那些是很贵很大的船 那可能这些渔夫是比较小的船 可能这些渔夫的船是比较小的 也不简单 放下他的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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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一句说话 今早子妹帮我们所读出来的 主耶稣讲的一句说话 是今天姐妹跟我们讲的 他说到拆来 到贼来 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 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 我来了 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到更丰盛 耶稣说他来是要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 耶稣说他来是让我们有更丰盛的生命 什么叫丰盛呢 羊生多一点羊 羊生多一点羊 如果是树的话多一点果子 如果是树的话多一点果子 如果人呢 我看圣经里面有一本翻译这样写法 圣经里面有一本翻译是这样说的 是更加有意思的生命 是更加有意思的生命 更加有意思的生命 从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到 另外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 都有另外一个说话讲到 这里我看到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 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 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洁制 信实温柔洁制 我幼稚园的时候 我主学的时候 我的主学老师教我 有九种的果子 就是刚才所讲的果子 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果子 但是当我读神学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果子是用单数字的 就是一个果子 有刚才所讲的九种的特质 就是一个果子 有刚才所讲的九种的特质 你可以有九种的特质 你可以有全部这九种的特质 我保保你成为一个人见人爱可爱的人 我保保你会变成一个人见人爱的人 你想不想做一个人见人爱的人 你喜不喜欢做一个人见人爱的人 这个是有丰盛人生的人 有一个丰盛人生的人 不过我再讲一次 不过我再讲一遍 非常地不幸 非常地不幸 为什么有很多相信主的人 没有完全得到这些封盛生命呢 为什么有很多相信主的人 没有完全地得到这九种的封盛生命呢 我试试讲一下保罗他的封盛生命是怎么样 我在讲保罗他封盛生命是怎么样的 在罗马书第五章他曾经这样讲过 在罗马书第五章他曾经这样讲过 他说在患难中我们要喜乐 他说在患难中我们要喜乐 在苦难中怎么喜乐呢 主耶稣的信实充满我们的生命 在很多年前我的户友当中有一个亲人 很多年前在辉游里面有一个亲人 他们也是出海打雨的 他的渔船去到菲律宾 被菲律宾的军队就枪击 让菲律宾的军队来枪击他 军队来枪击他 这个船主就死了 那船主都死掉 他的船里面我刚才说有很多的设备 他们有很多的军队 他们有很多的军队 有很多的军队在里面 他们把船主的尸体运回香港 他们把船主的尸体运回香港 大家都很悲伤 这是一个基督徒来的 这个家庭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有人问他的家庭人 那全主又信耶稣 又被人打死 你们的想法是怎样 有人问他们 全主也是基督徒 但是被人打死了 你们的想法是怎样的 做基督徒做成这样 不要做基督徒了 做基督徒做成这样 不要做了 拜我们的偶像 拜我们的偶像 其实拜偶像那些 都会被人打死 其实拜偶像的人 也会被人打死 对不对 那家庭的成员 他们怎么说呢 他说 我们感谢耶稣 因为每一次我们出海的时候 因为每一次我们出海的时候 我们都有祈祷 他的儿子说 他说 我的爸爸的过去 相信都有神美好的旨意 当然是有神美好的旨意 我们要更加爱主 患难当中 凭信心有喜乐 相信主耶稣继续保守他们 在《帖撒罗尼加钱书》第五章 在《帖撒罗尼书》第五章 那边这样说 凡事谢恩 凡事谢恩 因为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旨意 凡事谢恩 凡事谢恩 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 结不到果子 有很多时候基督徒不能结果子 不是说你懒惰 不是你没有知识 不是你没有知识 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 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呢 原来我可以结果子 原来我可以结果子 原来我可以带人信耶稣 原来我可以带人信耶稣 原来我可以做见证 原来我可以做见证 不知道 不知道 有一天 有一个基督徒在吃饭之前祈祷 有一个基督徒在吃饭以前祈祷 平时他没有祈祷 平常他不祈祷 因为他心情非常不好 那天心情很不好 所以他就祈祷 主耶稣说我求你带领我 主耶稣说你求你带领我 让我每一天吃饭的时候 让我每一天吃饭的时候 我心里有平安 我心里有平安 那隔壁有个人看见他这样子 那隔壁有个人看见他这样子 你是不是头晕啊 你是不是头晕啊 他说不是我祈祷 不是我是祈祷 我认识你很多年从来没有见你祈祷的 我认识你很久 我从来没看到你祈祷啊 他说是呀 我做了基督徒很多年 对我做了基督徒很多年 我从来都没有吃饭前祈祷 我从来都没有吃饭前祈祷 但是今天我心里面很不开心 但是今天我心里面很不开心 我有肚饿 我有肚子饿 但是我吃不下 我求主给我开胃 我求主让我有胃口 可以吃不饭 我祈祷 我祈祷 这些朋友说 我想找一个基督徒很久了 我最近经过一个教会 我最近走过一个教会 他们散会的时候 我听见他们唱一首歌 他们散会的时候 我听他们唱一首歌 就是赞美诗 赞美天父造化之恩 赞美天父造化之恩 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好像没有什么内容 好像没有什么内容 但是他们说 我小时候唱过这首歌 但是我小时候唱过这首歌 我希望有一个基督徒 将这首歌给过我 我希望有一个基督徒 可以把这首歌给我 你是基督徒 对了 你是基督徒 对了 可不可以把这首歌给我 可不可以把这首歌给我呢 给了他之后 这个基督徒把歌给他以后 然后他说 你可不可以这样给我听 怎么做基督徒啊 然后那个人就问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怎么做一个基督徒 当然可以 那当然可以 是不是很奇怪 他从来没有想过 他自己可以 将另外一个人 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他从来没有想到 他可以把另外一个人 带到主耶稣的前面 既然他自己一个 借饭的祈祷 那仅仅他一个 谢饭的祈祷 就可以把人 带到耶稣的面前 你猜不到的时间 你猜不出那个时间 你的丰盛生命的那种特质 你丰盛生命的那种特质 就可以表达出来了 今天我跟你说 丰盛生命 今天我跟你说丰盛生命 不是说 你们没有丰盛生命 不是说 你没有丰盛生命 而是说 我们丰盛生命的特质 可以发表出来 而是说 丰盛生命的特质 可以发表出来 刚才我说过 熟灵的 九个特质的果子 我刚才所说的 熟灵的 九个特质的果子 其实可能大家 幼稚园的时候 都已经有这个道理 学过的 可能大家在幼稚园的时候 也学过这个道理 我试试唱一首幼稚园歌 给大家听好不好 我试试看 唱一首幼稚园的歌 不过不要唱了 说些字出来 那不要唱了 我还是把字念出来 我是一个大苹果 我是一个大苹果 又香又甜又好吃 又香又甜又好吃 好了够了 够了 又香又甜又好吃 又香又甜又好吃 这个就是你 那个就是你 我们每个基督徒 我们每个基督徒 有开心 有开心 有快乐 有恩慈 有恩慈 有慈爱 有分享 有福音 对不对 请我第一次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拥有这种丰盛的生命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有这种丰盛的生命 当初期教会的时候 当初期教会的时候 门徒 传着热心 将曾经被钉十字架的耶稣 把曾经被钉十字架的耶稣 那搞乱天下的也来到这里了 那搞乱天下的也来到这里了 什么叫搞乱天下呢 什么叫搞乱天下呢 这批基督徒去到哪里 这批基督徒到哪里 福音就传到哪里 福音就传到哪里 那些人就信主信到哪里 那些人就信主了 讲刚才那句说话的人是谁呢 那些搞乱天下的人来了 是以忽所地方 制造银像偶像的人 因为整个城都信了耶稣了 因为全都相信耶稣了 哪里还有人去拜偶像呢 哪里还有人去拜偶像呢 没有人拜偶像 怎会买一些银造的偶像呢 没有人拜偶像 那个银座的偶像 要怎么卖出去呢 那他们的店就要关门了 所以他们要抗议 抗议耶稣基督徒的福音 进到他们的城里面 抗议耶稣基督的福音 进到他们的城里面 不行不行 不要让他们进来 他们来搞乱我们的城市 没有人在买我们的银像 我真的希望这句话 在我们屋伦都唱几句就好了 我真希望这个说话 在乌伦也讲就好了 哇 这些人不加音 这些人报家的插音 这些人派单张 这些人派全单 搞到我们没有人信 他们的偶像 搞到人家都不相信他们的偶像 在八街走到那边的时候 我心里面很不舒服 我心里面很不舒服 看到一个庙刚刚的落成 三层高很大很大很大 重新的建造 我心里面就为乌伦祈祷 他们有这么多钱 重新买地 很大的佛堂就建出来了 他们有这么多钱 把买地 然后全新的房屋就出来了 不过有一样 我们和他们不同的 但是有一样东西文 跟他们不一样的 他们是举行宗教仪式 他们是举行宗教仪式 我们是全福音 我们是全福音 圣经说这是生命之道 有生命的 改变人的心灵 使悲哀变为喜乐 使悲哀变为有盼望 将没有盼望变成有盼望 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 有三种人的景况 我初时以为只有一种人 我当初以为只有一种人 后来我相信耶稣以后 知道有两种人 就是基督徒和不是基督徒 就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 当我再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后来我在念这个圣经的时候 我发觉到有三种人 我发现有三种人 这段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这段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我简单的挑几句来读出来 我简单的想几句来读出来 二章十四节那里说 两章十诗节讲说 属血气的人 属血气的人 另外一种人 另外一种人 在二章十五节说 属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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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够领会神圣灵的事 属灵的人 就领会神圣灵的事 神就帮助他能够看透万事 神帮助他们看透万事 所以当我们看透万事的时候 当我们看透万事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透那些非基督徒所看不透的事 我们可以看那些非基督徒所看不透的事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比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人要高一等 都比那些非基督徒要高一层 因为他们看到的事 我们都看到 因为他们看到的事情 我们也看到 但是我们看到的事 他们看不到 但是我们看得到的事情 他们看不到 我们看到什么呢 神圣灵的事 神圣灵的事 好事 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创造 上帝的创造 上帝给我们世界各方面的改变 上帝让世界各方面的改变 原来圣经还有第三种人 原来圣经上说还有第三种人 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一节 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 那个人叫做属肉体的人 那个叫属肉体的人 圣经这样形容法 属肉体的人 属肉体的人 他永远没有长大 在基督里为婴孩的 在基督里为婴孩的 就是 你看到小朋友 一两岁的时候 整个都要拿着奶瓶 你看到小朋友 在一两岁的时候 才能拿着奶瓶 你不会奇怪 你不会讥笑他 你不会笑他 但是假如今天我站在港台上面 但是如果我今天站在长台上面 我口干的时候 我喝水还是用奶瓶 那呼吸口口喝的时候 还是用奶瓶 我说两句话 我还咬着手指头 我讲两句说 我还在咬手指头 你就会笑我了 你就会笑我了 小朋友 没有长大 没有长大 对不对 但是很多时候 很多基督徒还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有很多时候 很多基督徒还是这样的情况 不晓得向上帝祷告 不知道怎么样上帝祷告 上帝就是我们属灵的父亲 上帝是我们属灵的父亲 我们向上帝祷告 我们向上帝祷告 又叫基督徒彼此的祷告 又叫基督徒彼此的祷告 我们见到人需要的时候 我们是去帮助别人 看到人家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去帮助他 因为人家帮助我们 因为人家也帮助我们 属肉体的人 不懂得做这些事 属灵的人 看到人家的需要 去关怀别人 去传福音 去把真理跟人家分享 一个属灵的人 和属肉体的人 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呢 保罗有比的说法 一个属灵的人 跟属肉体的人 有什么不一样呢 保罗是这样说的 这个是讲到他自己以往的情况 那个是讲他自己以前的情况 他说当我属肉体的时候 他说当我属肉体的时候 我所做的我不明白 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 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 我所恨的我不去做 我所恨的我倒去做 他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而不去做 他说我愿意的我反而不去做 我所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我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 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他心里知道很多事 他是这么一个的人 他心里知道很多事 他做不出来 一个小朋友他做错事 一个小朋友他做错事 他知道不对 他就哭 他的情绪带领他哭 我跟他说你不要哭 你知道不好就好了 下次不要再做了 你知道不对就好了 下次不要再做了 他说我哭得太厉害 我停不住 他说我哭得太厉害 我停不住 很多人都是懒惯了我 我肯定不了 很多人都说我很懒惰 我不能请你 保罗他还有一个括号 一个结语 保罗还有一句的结论 他有一个感叹 他有一个感叹 他说我真是苦啊 他说我真的苦啊 谁能够我脱离这 取死的身体呢 谁能救我脱离这 取死的身体呢 接着他唱了一句的赞美诗 他唱了一句的赞美诗 他说感谢神 他说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能脱离了 脱离了什么 我这个里面和外面分割的人生 他说这个里面和外面分割的人生 我知道好 我知道好 我外面不去做 我外面不去做 我里面知道不好 我里面知道不好 我外面偏偏去做 我外面偏偏去做 我是一个不受控制的人生 我是一个不受控制的人生 我是一个里外分裂的人生 但是当他做了基督徒之后 但是当他做了基督徒以后 他说感谢主 我能够胜过了 我能够胜过了 我能够里外如一的基督徒了 我可以里外如一的基督徒了 一个受控制的人不是好 一个受控制的人是不是好 来去自如 就是一个丰盛的人生 就是一个丰盛的人生 怎样可以来去自如 怎样可以里外一致 怎样可以里外一致 与耶稣同行 不是跟牧师同行 不是跟牧师同行 不是回教会聚会那么简单 不只是回教会聚会这么简单 听到以后 走出来 每天读圣经都是 不是读完就算数 读完还要走出来 那晚还要走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 好像一棵树一样 我们基督徒就是好像一棵树一样 每一天我们接受很多的供给 每一天我们接受很多的供给 灵修 读圣经 祈祷神给我们感动 祈祷神给我们感动 最后走出来 最后走出来 奉盛的人生是表达出来的 奉盛的人生是表达出来的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 我很多谢你 因为在你的里面 给我们有封城的生命 教导我们在你的里面 得着从上头而来的引导 主啊 给我们真是真是 得着封城的人生 亲爱的主耶稣 我感谢你 因为你给我们的演导是最后的 让我们接着你的花语 得了从山头而来的演导 每个人都成为丰盛的人生 每个人在你的面前 都借果子 让其他的人都宣识 让我们每个人 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 和生活里面 多结果子 让人 人都能够欣赏 多谢你听我们祈祷 谢谢你天后面的祷告 奉祖之都耶稣圣明朝 阿们 谢谢 谢谢祝祖牧师 带来那么好的讯息 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唱 《圣诗回应》 普天重赞 第452首高唱主名歌 我们唱第一 第三 第五节 泳 二 三 二 三